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继续去谈二八定律 当然这个二八定律我们谈了很多次了 那这次呢 我们去回想到在两年前 那么两年前甚至三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谈论过这个关于派币的二八定律 那今天我们回过来看的时候呢 发现在前面的两三年的时候 大家所说的话和现在说的还是差不多啊 比如说你看这个派友在两年前就说了 他说派币说了在2021年的第四季度就会足 但是到2021年的第四季度最后一天来了一个虚假的组网 所以说六二八根本就玩不成组网 所以说他推荐了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忘了 对他进行试惯 那么这些呢是关于在两三年前的时候 人们对于派的一个看法 到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负面情绪呢 没有减少 而且呢这个负面情绪的这个人呢 在不断的变化 以前我所留言的这些派先复呢 逐步逐步的在变化 那么抱怨的人呢一波又接一波 有的人甚至就说已经退出出去啊 不再去挖矿 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说呢 就是说不是说鼓励大家退出出去 而是说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这个在派币的这个生态圈里面 准确说应该是在我们派币的 整个的一个社区里面啊 它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那今天要说的这个不公平呢 当然有人就说哎我又在场反调 其实我说的这个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一个观察 大家都知道派币呢 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封闭式的组网 那么封闭式组网意味着说它不开放置组网 但是后面呢我们知道它可以进行映射了 那当它出现一个映射又在封闭式组网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一个极大的不公平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代表着有部分人呢 它是可以先通过在这个组网里面去玩这些生态 可以去将它的派币进行流通的 那么大多数的人呢 它是在封闭式期间 那么他们就没有得到这个映射币 就不能在这个组网里面去进行映射 或者说是组网里面去交易啊 或者说进行浏览一些东西 那首先这是一个不公平 但这个不公平 我们在后续的一个当中可以把它忽略不计 因为我们知道在派币呢 它是可以进行啊 卢边论坛 也可以进行线下的异货 然后呢 加上一个在商场里面买卖东西 这都是项目方计搞过活动的 也是去说支持大家去推广这种活动 线下的商业活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我们这个线下商业活动 你到底是买卖的这个商品 还是买卖的服务 这个项目方有没有办法去争辩啊 答案是没有办法去争辩的 所以说在这种过程当中 也会支撑出道理 它是在兑换现金 还是兑换服务 还是兑换产品 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是先上兑换的 还是先下兑换 你完全就不知道 所以说在区块链里面 它只会浏览到你这个链上的一个记录 就说代表说 你这个币是从哪个钱包转 哪个钱包 那么转了有多少个币 但是你实际上 你操作了哪些内容呢 它是看不到的 那么这就导致了说 现在游戏小撮人 比如说一小部分人 他已经先通过KYC了 那么通过KYC 拿到这个映射币 拿到映射币之后 到达主网 有了自己个钱包之后 那么他就可以去卖他的币 那么卖币这个 当然 大家就说 以后他价值非常高 他现在卖其实肯定是白吃 但是你不排出来 有人是在大量的收购派币的 那现在我们发现一个 比较典型的问题 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已经挖了几年的币 那么还有人是在19年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都是在挖币的 手里面派币有非常非常多了 推广了人家有几万个人了 他的币 号称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 他这些就是因为没有通过映射 那么他没有拿到自己个钱包 而且呢 他现在的一个线下的在线率 也是非常非常低 那这就代表说 他挖出了大多数的币 他不可能说拿到 而且他的这个基础币 和我们比也没有多多少多少 但是 反过头来看 这些刚刚加入几天的人 那么加入可能一两个月的人 甚至说 几天的人 那么他就通过KYC 很快的拿到这个映射币 那比如说像海外的越南地区 缅甸地区 东南亚地区的 有的派员 他们是后来加入 加入了之后非常快 他们就通过了映射 拿到这个映射币 那么这部分人 我们知道在越南地区 还有在缅甸地区 有大量人在收购这个派币 那么他们收购派币之后 你可以发现 他们加入的时间并不太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派 了解的比较迟 但是他后来居上 他居然先通过KYC 那他通过KYC之后 他发现这个挖币的过程当中 他是怎么办呢 比较慢 那我就拿这个比较低的钱 去购买别人手中里面的派币 那这个派币到了他们手里面之后 他们的数量就慢慢的累积 就已经达到了再早的时候 比如说在19年时候挖矿的人 他们的币相比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在后来去先通过KYC 他收购的币比他多得多 那这个就导致了说 一个非常的严重的不公平 因为就是说项目方以前讲说 我们要去让这些先加入的人 你们先去挖这个数量数率非常高 那么以后你们的币量就会比较多 但我们知道自己挖的这个币 虽然说速度起来了 那么你的这个币量也起来了 但是呢大多数都是算力币 算力币不一定给你 那你的基础币才多少 是吧 大家一算自己的基础币并没有多少 而那些去后来的人 那么他通过KYC拿到这个印射币之后 那么他在大量的收购 因为他有钱包嘛 你没有钱包 你19年加入怎么样嘛 你这老先锋怎么样嘛 你没有钱包 那你就没有办法在组网里面去活动 那没有这个钱包 你又没有办法去收购别人的币 那那些后来的人 他有了这个钱包 虽然说自己的币本来比较少 但是他可以花非常低的钱 在他的国家 或者在他这个区域里面 收到大量的这个派币 那也就至于说 你即便是你19年加入 但是你和后来比的人呢 那么后来人有一点头脑 那么他已经累积了非常多派币 而且他这个派币是可以 马上就可以用的 即可以转出去 而你的很大一个都是空头支票 那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大的不公平性 因为派的项目方以前就讲说 哎打江山了 分江山了 是吧 我们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建造 你们先进入到人呢 你们肯定会获得很好的回报 而现在恰恰相反 先进入到人就反而是卡你们 让你们不过KYS 让你们这些币量人卡在那里一直不动 反而让那些后来的人 那么后来人拿到之后呢 他就去大量收购派币 那即便说有的人觉得说 后来人他们的认识不一定那么高 但是也有认识高的人 就是把他们的钱包整个都买下 整个账号买下 买下之后 他们去操控那个钱包里面 去购买了大量的一个派币 那这个呢就非常典型的 向着说是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 先让一部分人先把派币给囤起来 那这就极大的会导致 前期加入的人的一个不公平性 因为前期加入的人 他就因为他的这个KYC的流程非常慢 甚至说让他们不过KYC 他们又错失了这个市场化的一个竞争 在市场化的这个竞争当中 那么他们就落后别人一步 那当然了 这个是封闭式组网 项目方讲的是封闭式组网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 这个封闭式组网 它囤币引不影响 它是完全不影响的 这封闭式组网 它进行线下抑护 引不影响 它也是不影响 所以说封闭式组网 它往往前将这个社区给拉离开 让一小处人先富起来 一小处人有头脑的人 一小处人先过 过了之后你们该囤币的囤币 那么超过前面的人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 非常多的人的一个不满 尤其是在老先锋 老先锋里面 就加入了时间久 那么去付出了多 然后等的过程长 但最后发现 自己得到的这个基础币 不一定比别人多多少 而且你错失别人的先机 人家早在之前的时候 在封闭式组网期间 把你们卡住的时候 就有人在里面去大量的 就囤积这个派币 那么囤积这个派币的时候 因为派币早期没有进行公开性 总那他的价格 必然就会非常低 所以就导致了那些后起之秀 后来的人反而超越了 早期的先锋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理论 那现在呢 所以说就可以看到 我们再去发现了 在马来西亚地区啊 还是越南地区的 还是说是像缅甸地区 那么这些地方呢 他们会出现大量的币种 向一些地区去靠拢 那么这些地区呢 也出现了非常多的一些巨头 就是说大家所谓的这个巨金 那么收了非常多的币 我们可以从区块链的浏览地址上面 看到每天都有大量的币啊 进行转移 那这是什么回事啊 他每天难道都有这么多的量啊 线下正在做交易吗 是吧 答案是没有的 这些都是来源于 币与法币之间的一个交易 派币与法币之间的一个交易 那么最终呢 让这个派币啊 慢慢堆积在某些人的手里面 而这种堆积的过程当中啊 项目方早在之前就说过 他说哎 比特币不行啊 以太坊不行啊 那么这些啊 你看他们的币都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里面 那你看现在派币在做什么 他做了这件事情 封闭式嘱网 让一小撮人先过 那么也是让这小撮人呢 有机会去囤积派币 所以说这是造成了社区当中的一个极大不稳定 以及极大的不公平 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点 还有呢 就是项目方的做事风格呢 非常是像猴子一样的 走一步丢一步 那么现在在抓KYC 他把KYC抓得非常严 那么现在在抓生态 他就把生态抓得非常严 他其他就忘掉 那比如说他在抓这个啊 禁止大家买卖派币的时候 他就抓得非常严 其他又搞忘了 那所以他当在抓某一块 模块的时候 他其他模块他又放的比较低 那以前他就说买卖派币一定是严惩的 一定是严打的 这种是不合法的 那你看他现在还讲不讲这句话 他不讲了 在他的官方里面也没有这句话了 因为他知道 这在社区当中 既然打开这个口子 他就无法去控制的 而且他是真一字眼 如果说他把派币的一个交易 法币的一个渠道给打完之后 那派币的价值怎么能够上去 所以说这里面不是说大家 一想起愿的想派币 他就是钱 没有那么简单的 他要变成钱 派币要变成钱的这个功能 需要花费非常久的时间 首先是人们的认知 而且就是他在不断的迭代 不断的交易的过程当中 交换的过程中 他才能去变成这个钱 所以派币呢 他是允许人们出现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出现的 那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呢 恰恰是落在那些新加入的先驱者的身上 而这些老先父呢 就只能望尘莫及 那这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解决方案当然是有 就是说 那我们把这个封闭的主要 一下打开 打开之后 让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 那你才能对得起 你以前所说的承诺 那些老矿工啊 你们加入了早 你们拿了这个币多 是吧 那么现在又是同时开放到市场上中 你们呢 又可以同时去竞争 去购买这个派币 那你既然看好派币 那你肯定就要去买啊 那你老矿工难道不买吗 也要买了 那新矿工要买吗 也要买啊 大家都要买的时候 这个派币自然而然的价格就提升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 让那些后来的人先进入了主要中 享受这波 低价的派币去收购 那所以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不公平性 所以呢 我们希望派的项目方呢 能够尽早的看到这个问题 将封闭式主要给解除掉 打开真正意义的区块链 那好 这样就今天我要去给大家分享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仅仅是来用我个人观点和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其他不同的观点和意见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会促使平台将我们的视频 推广给更多的人 那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去再见 拜拜